奇怪的知识 欧洲一个名叫巴勒纳绍的小镇 它的地图长这样 黄色部分是属于比利时的 显色部分是属于荷兰的 这里的房子经常跨国 有一些商店由于处在两国中间 因此可以在任意国需要查账时转移资产 进而避免交税 甚至电影院把幕布和观众戏分在两个国家 这样就不需要任何一国的批准而进行商业活动 甚至有一些人的房门恰好在国界线中间 而需要贴两张门牌 如果有人将车位停在国界线中间 那么两国的交警都不可以拖走 但是两国都可以开罚单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